各位,我那篇大學同學的影片引發很多朋友討論宗教的問題 我將其中一部分讀給大家聽 有一位叫Martin Lam的朋友,他就說 本人是基督徒,我代約老師回答有關聖經的問題 聖殿是神住的地方 小販霸佔聖殿最能擺埋的是小販蝕足神靈 理規是小販,耶穌趕走他們只是回復當初的模樣 耶穌沒有犯罪,正如暴徒佔居大學,警察驅散暴徒是正義行為 警察都沒有做錯 反觀美森好像店舖有交足合法經營 但因為政經不同,被人大肆破壞,理規就是暴徒 豈能斷章取義,偷換概念,用耶穌來過橋,合理自己的暴行 這樣的說法就是非綁神 另外神職人魚應該是道人向事 如果有一個古華仔或者黑社會 平日一個月十幾次劈油,跟了牧者之後減少至兩三次 而內心仍在掙扎,這就是道善的進步 是牧者的功勞 但換著這群年青人,本身是一張白紙 天真無邪,與世無則,從不使用暴力 牧者媒體反而挑逗他們內心的陰暗面 煽動他們出去暴動,作假證,陷害人 那就是牧者帶他們退步,墮落 白白將這代人的靈魂奉獻給實大 那罪不算在這個神職人身上嗎? 黑衣人和牧者將來能否入天堂 我就不敢說一定了 取決一下他們的心有沒有真的,有沒有神 以及天閣的門有多闊 我當然也希望越闊越好 但還有一些信徒盡量做到 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慈善、良善、恩慈、信義、信實、溫柔和節制 他們總比你們高的機會 然後有些朋友回答這位Martin Lee 他說 我本人不是基督徒 想這些小販也未必是耶穌徒 所謂聖殿也是一塊空閒地 如果真的有這麼多殿 也不可能有這麼多人聚集、販賣 好像虛視一樣 小販認可區多一點就算是神的住宅地 給予平民小販做點,買賣又如何? 有理由野蠻地破壞嗎? 你不是說香港地鐵站是所謂的耶穌殿嗎? 美心、忠銀也不是所謂的耶穌殿 你們這種所謂聖殿不等同於拜偶像嗎? 如果真的有神,又何必有什麼聖殿? 毒販、販賣、阿佩咽也進入耶穌天國 放心 黑衣人、黑蟑螂信耶穌的 口講信耶穌 就盜給蛇神的耶穌基督徒 一律入天國 拿英國的BNO護照 有一個人說 這個應該用食環處理 不應該由耶穌來做 即使叫人走也不需要毀懷 另外有一個人說 Betty Chen說 我一天都沒有宗教的偉藥 但我很善 我贊同耶路師的講解 當耶穌這樣鬆高重高的地位時 很應該利用其他手下的人幫助講解 用愛心去感化 而不是用力去鎮壓 行善者絕不能搗亂商人 只能引渡 因為他們不是殺人放火 只是胃口奔馳 做點小賣賣 何來得有罪 什麼叫神職 是平常做不到事 而你能夠做到 我記得很多朋友有宗教信仰 但他們揭指心腸 做錯就向耶穌祷告 拍錯就得到寬恕 然後繼續錯又繼續寬恕 當然有人錯又不肯改 那你說對不對呢 另外就說 同學 抽身看清楚 你是否入了邪教 其實很明顯 有些教會怕將來 中央對邪教的規管 什麼都是假 利害衝突就是結晶所在 所以出力煽動反中 甚至支持港獨 這些邪教一向灌輸 不用證據 只要相信去崇拜 信徒一向擺意志 教託出去 最容易被洗腦 而且洗得很乾淨 所以難怪信徒會 信太子站的謊言 死了人 火燒人是特技人 一些超倍尋常的媒體 謊言和海市跳樓 香港人很熟悉的法輪功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今次也看到法輪功的Friend 大紀元報 多敢出來的抹黑警方 我以前也不明白 為什麼國家要管宗教 今次這一役 我終於有些理解中央的擔憂 另外有個朋友說 你的同學短腦得非常厲害 不分青紅做白 用耶穌去解讀香港人的思維 基督天主教兩教 正在利用他的基地去搞亂香港 說清楚 應該是歐美大國 利用這兩個教 去協助他們的野心 他應該去多點旅行 觀察多點事物 來更正自己的觀點 另外一個又說 我是基督徒 耶穌的教育裡 從來沒有用粗口 沒有污液 沒有謊言 更加沒有殺人放火 看到一些打著耶穌的牌子 滿嘴污衛為行為不檢 稱為蟑螂的港人 他們完全侮辱了基督 與神背道而馳 他們何嘗 不是魔鬼的化身 最後一句就說 基督徒教有句名言 只會信不要怕 這句其實害死很多難思考的人 這些朋友的偶然 有個朋友說 我那句聖經是一本小說 還是金句 聖經是一個長篇多人作品 如果大家有看過聖經的話 在舊約的部分 你會發現對神有兩個不同的名詞 而聖經裡邊的的神是公寓的 是雙數 我們中文是神的 我們沒有分間數 但是在外語 有寫寓文字 是有雙數的 如果大家看看九約由創世紀開始 你會發現他們的神是雙數 當然神是要尊重祂給祂雙數 你喜歡點假就行 但另外一樣是對神的稱呼有不同的稱呼方法 即是換句話說 九約聖經是有人將兩套不同的故事合而為一 這樣變成了 左抄點右抄點 連人的稱呼都不改 這就是舊藥 新藥分開很多不同的司徒 耶穌本身就是一個木匠 祂本身懂不懂字 我們不知道 在大約公元前五百年 同一時間左右 就出現了這幾個人 耶穌 耶穌年輕一點 公元前大約二三百年 再老一點就會有我們的孔子 孔子 孔子 孔子相差幾十年 另外就有個聖家茅 那時候 剛剛是我們公元前五世紀 就有一大堆所謂有思想的人 去到大約公元後五百年 出了一個 武漢默德 說自己是最後一個 上帝的天使 使徒 這幾個人 我們比較這四個 就有我們中國的 老子好或者孔子好 我們這個 另外就在印度那邊 釋迦牟尼 另外就在中東那邊 其實耶穌在中東那裡 在耶路撒冷附近 中東那裡 那兩個就是 一個就是耶穌 另外就是武漢默德 在這四人之中 我們肯定知道 就是中國那個 是識字的 他本身是個王子,因為是王子他應該食字 但他也沒有留下他自己的著作,所有的佛經都是他的門徒寫的 再說到中東這邊,中東的耶穌是個木匠 他沒有留下過任何文字,我們不知道他是不是知字 而穆罕默德再過了將近一千年,這個人肯定不識字 因為已經知道他不識字了,他留下的東西是說他在夢中發了夢之後 口傳出來的,說出來,幫他寫的 我們看到這些宗教的東西 中國那個不算是宗教,因為就算是道德經,都是講哲學 當然有人將他神化變成是道教 但是孔子那個,儒家肯定就不是一個宗教 不用拜禮的,只是供奉祖先 供奉祖先和拜神是兩回事 所以中國這邊就沒有信仰可言 佛學本身也是說人人都可以成佛 只要你修身行善,那你就可以逃出一個大的輪迴 輪迴即是說,如果你未積夠善,那你就要去下一世繼續去積善 但如果你在今世做一些壞事,那你打道退,那下一世你會辛苦一點 那你又要由頭來爬過 你做得一個惡愈多,你退回轉頭愈多 那這個就是他們的輪迴的學說 那到你做即善夠多,就像釋迦瑪利那樣,他就可以超然 那不用再輪迴了,就成為佛 這就是佛教基本上的神法主義 而中東這個就是一個一神論 即是說他信只有一個神 神是創造天地的 但是我們知道 現在科學越發達,發現神的位置越少 最初我們人類什麼都不知道,連地球是圓都不知道,地球是扁的 於是就做出了耶穌會升天 中東升天 以為去了天堂 我們知道神經上面是太空來的 那就是神經上去我們地球的外太空 如果以他的速度,我想他不能逃離地心吸力,一定會跌下來 你不要以為氫氣可以逃離 氫氣可以,但是氫氣不可以 氫氣可以逃離地心吸力,不是他能夠逃離 因為他夠輕,被太陽風吹走 所以這些是很無知的 而竟然到了今時今日,還有人相信 這才是出奇 大家麻煩看看科學 不過我就是讀理科的 我不是所有同學都讀理科 而我這位黃師同學不是同班 他是文科班,所以他不認識,不出奇 但是一些簡單的科普知識也沒有 其實真是私人幾岳然 宗教好不好 宗教就是我 將宗教,譬如像賣香煙的煙廠 他們向人兜售宗教 香煙就危害健康 你吸了香煙對你的肺有問題 肯定是違害你的健康 宗教一樣 你吸收太多,就違害你的思想 都是一個祈禱的部分 你的思考 交給宗教,而自己不做 我知道任何東西都是 我們不做,那樣東西就退化了 所以一樣,你的思考不做,那你就退化了 你對自己的道德 思考也不做,那你就退化了 現在你一樣 宗教也是危害於人的 但是,那些好像香煙那樣 那些相反,就希望賣香煙 賺錢 那些教會一樣 他們就推銷宗教 一樣,逃利 當然,他的逃利方法和香煙不同 香煙就是一個實物 有一包包的香煙 而宗教賣的那個 就是 你來生 死了之後 所以那些人就說 那些猴子還聰明過那些信徒 明知道這些騙人的東西 你跟那些猴子說 你給我一條香煙 我等你下一輩 我給你五十條香煙 他肯定不信你 沒有下一輩的 但是那些信徒信又下一輩 於是 今世可以犧牲 然後 博下一輩好一點 但是那些教會根本什麼都不用付出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大的無本生意 而在歐洲那邊 他們的宗教佔那個 正值力量很大 羅馬那時候 去到末期 都要轉個國教做基督教 所以叫做羅馬天主教 轉個國教天主教 因為太多人信了他 他要管這些人 唯有將自己 相信這個教 就轉了過去 所以現在有個羅馬天主教 當羅馬的帝國 倒閉了之後 羅馬天主教庭是沒有倒閉的 所以他一直控制著歐洲那邊 歐洲那邊就變成了軍閥國巨 各個國家有自己的皇室 皇室一樣就是 你打我我打你 而這個教廷本身 亦都開始一個十字軍東征 十字軍的 戰鬥 這個戰鬥一打 他打一千年 為什麼會這樣 第一就是他們要跟匯教爭 這是第一 因為匯教在公元大五百年度崛起了 所以就要跟他們爭 第二就是 你這幫人 顧著打架 就不會理他們那些 賺錢的手段 所以他們可以從中逃離 所以歐洲就一直打 由大約是公元之後 五百多年之後 六百年左右 當回教已經 有一些 羽毛了 就開始打 一打打打到 文藝復興 這段時間在歐洲歷史 叫做 The Dark Ages 黑暗時期 因為那段時間 歐洲沒有什麼 創新東西 但是都是大 大量打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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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我我打你 然後就 在教廷用很殘酷的方法 去對付那些義教徒 燒 油炸 把人家拉斷 各樣各樣非常殘酷的 凝聚 在那時候出來 而我以前也說過的 自從羅馬帝國 下降了之後 他們的環境衛生 就 急 下跌 當然一部分的國家會做得好一點 因為他們那時候已經 分了不同的國 但大部分都是很頑皮的 所以 他們的食水 就是有很多污染 基本上是細菌很多 因此 飲水是 可以致命的 可以肚子 那些 生物的污染 在水裡面 所以他們唯有 喝啤酒 啤酒就有殺菌作用 所以就 啤酒溫泉 你想想他們一喝啤酒 醉了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會醉的 大部分人是醉的 所以他們就溫溫彈彈 過了 那千多年 直至民藝復興的時候 中國那些茶葉 去到歐洲 突然間 流行 飲茶 飲茶 就需要將水煲滾 一當水煲滾 那些微生物被煲死了 所以 他們突然間 就不再喝醉了 而茶有提神作用 和喝醉是兩回事 所以 就突然間 他們的腦袋 就開了 而因為他們的背景問題 他們的對 事物的看法 和我們中國人 對事物的看法 有些不同 中國這邊 說的 為心為物論 說了很久 爭了很久 爭來爭去 爭不出結果 但是那邊 他們基本上是為物的 即是說 最重要是看事物 那初初 在他們的 拉丁時期 希臘時期 那段時間 他們認為 宇宙是跟著一定的規律 宇宙的規律 很漂亮的 所以他認為 去到大約 公元 公元前後 已經有一些學者 留意到 地球其實是 繞著太陽轉 但當然 羅馬教廷 不肯相信 這件事 一直都不是 連 最明顯的例子 就是 加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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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真是 靠觀察 天象 是 恒星 是 恒星 是 恒星 恆星就是永恆的恆 現在我說恆就是走到恆星 恆星就留在他們的軌跡 於是他們就可以計算到 發現恆星其實就不是真的圓形 是一個橢圓形 其實也不是橢圓形 那個恆星轉的時候 好像橢圓一樣 但是圓一直移動 是一個Perturbated Ellipse 慢慢轉的橢圓形 他就做了一些公式出來 這時候就很肯定地球是 不是宇宙的中心 他幾乎被火燒 那些教堂上 但是因為他跟那個教皇 很老友 所以就被軟禁 這個就是宗教的力量 因為這樣的宗教力量 使得在西方很多土地 被宗教霸了之後 他們不需要交任何稅務 那你想想 作為一盤生意 你可以收買一些 不用錢做的事 收買一個信仰 而又不用納稅 所以累積了很多財富 當然要做公關 當然要做公關 你要賣東西當然要靠公關 公關在香港來說 就是開學校 所以在香港很多學校都是宗教學校 而因為這樣 他繼續在學校中 就收買他自己的宗教思想 因此搞到很多人 一開始 小時候 就開始被人洗腦 從他未曾開始 有反叛思想之前 從小學 一邊洗腦 念聖經 念祖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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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一邊洗 加上他們就逢星期日 就去教堂 一去教堂就整天了 上午又有崇拜 然後又有各種聚會 其實都好 作為一個社交活動 但是你變成了 你認識的人就是教會的人 在一個同軍層裏面 你reinforce我 我reinforce你 大家互相對方推來推 越推就越順 就不能夠跳出來 他真的客觀地看看 當然有人可以跳出來客觀地看 但大部分人都是這樣 於是他們就搞出很多這些 就是 完全把自己的道德思維交給教會 那個牧師說什麼就信了 今次我們見到香港 在這次的暴動之中 教會其實在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局勢 有很多教會 他美其榮就說被人進來祈禱 其實是開放被那些暴徒走爛走下去 在那裏逃避警察 或者吃東西 添加燃料 再出來再搞 其實我覺得 香港在整頓 香港的教育的時候 看看他們到底有多少支持香港的基本法 一國兩制 亦都是支持香港的中主角 中華人民共和國 因為到底 你可能不喜歡 但對不起 你是香港 香港的中主角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你一定要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規 國法 在這個國法下面 它有一個一國兩制 那兩制就是香港的普通法 如果你這樣也守不到的話 你就是一個背叛你的社群 因為整個社群 整個香港人所有的生活 就是依靠這套法例 來管束大家的現行 才可以有一個和諧的社會 如果這個法規被破壞 人人都自己是法律的話 於是各司各法 有很多鬧事搞出來 無論你喜歡不喜歡 這個是現實來的 一定要在這個現實之下 如果你想改 不是沒有機會讓你改 你自己有本事就進入立法局 那就從立法途徑 這個是一個和平的途徑改 而不是用一個恐怖的形式 利用燒人 打賴公共設施 打人之類的恐怖手段 去得對你所謂的公義 其實這樣已經不是公義了 公義是不可以用暴力來爭取的 公義只可以用說服的方法 用引導的方法 如果這樣就不同意 我們就不要說了 那就很多謝 很多朋友留言 這裡也補充了一些我的看法 希望大家喜歡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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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